《霸王别姬》横空出世 《霸王别姬》是中国京剧的一个代表作 是梅兰芳先生的一个成名作之一吧 我认为它里面的两个层面具有典型性 一个就是关于社会进程当中 人们对一种行为的认知 譬如说他告诫了人们交兵必败这个道理 他告诫了人们如果没有更好的社会基础 你再伟大的短暂的成功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里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训事实上 它有当代的现实意义 第二它里面有亲情友情爱情还有殉情 这里又讲了一个很缠绵的爱情故事 而这个人类情感都是共同的 所以我想这里面交织在一起 它就形成了这部作品的分量厚度和它的穿透力 和对蔚蓝的一种关照 要坚持我们金剧它的本身的品质 格调 它所有的灵魂 不能去肢解它 如果去肢解它的话 肢解传统的话 其实历史要出你几两骨的 传统的经典的东西 只要你有今天的眼光 用当代的科技 准确地 精准地去表现好它 而不是去肢解它 破坏它 不是去篡盖它 它的生命力会蓬蓬勃勃 永远地往前走下去 全球首部全景声3D金剧电影 霸王别姬